庄金影帝吴康仁传出现在要进军中国吗 因为呢一直以来他在台湾这边是常年没有经纪人 都是靠他自己来打理任何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传出说他跟大陆的经纪公司来签约 当然有很多的粉丝就心碎了 传出呢他签约的是中国一星娱乐 好那在昨天呢也被拍到人出现在松山机场 似乎呢就是要前往上海 不过目前呢对于说是不是跟中国的经纪公司签约 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而这个一星娱乐传出他旗下的台湾艺人呢 包括有赵又廷跟这个算是小鲜肉吧 陈浩森刚签这个合约的 那我们要看到的是在9月21号的时候 吴康仁有跟大陆的这边的媒体来连线的时候 似乎有透露一点端倪 因为也有人问他是不是真的有跟一星娱乐签约 他说我这十几年来一直都没有经纪人 那是很单纯的作为一个演员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包括中国的经纪公司团队跟他接触 不过他讲未来不晓得顺其自然可以的话 顺着感觉走 似乎呢也埋下了伏笔 那我们来看到大家的一个相关评论 包括这个据国际桥牌社的民导汪怡心 他说多年前跟吴康仁接触的时候就知道 他一直有想要去中国发展的期待 而且在曾经呢力挺太阳花背景之下 还能有这样的机会 的确也不容易 他说真心祝福 但是拜托往后千万不要用采自己母国的方式 来向中国市场输成 他说毕竟那是一个从不放弃侵略台湾的国度 这是我作为一个台湾本土制作人的私心期待 否则一个在台湾养成支持长大的优秀演员 恐怕就可惜了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位男星张静豪 他认为吴康仁只是做了一个职涯规划 台湾拍戏的机会跟酬劳 现在感觉越来越少 谈言有很多人因为没戏拍马 所以可能要斜杠第二份的事业 自己他也是这样子才有办法继续撑下去 好 这个作家漂亮岛屿讲到说 因为网军呢现在对吴康仁讥讽不断 但是对于台湾现在每年入钞大赚 人民币1300多亿美元 却是很少再大力批评 名人要赚的一律严批 搞说你就是在卖台呀 你中共同路人啊 政治优先于经济 这就是台湾的双标股器 无力全切找人出气吗 好那这一位PTT乡名女神黄穹慧 讲说原来吴康仁不是不用经纪人 而是不用非中国的经纪人 他说掰了来自安徽的吴康仁 好那当然台湾的网友反应呢是两极的 好有人认为说 哇连吴康仁都可以折服于人民币 人民币争相 那有人讲说 到底为什么非要去中国发展呢 真心不懂 好请相信还是有很多在尊重吴康仁决定的 那有人讲说 吴康仁加入了中国的经纪公司 只要不谈政治我会尊重他 嗯不过应该也蛮难的 好那但是呢 中国的网友现在有翻出 吴康仁的一些黑历史 包括在2017年的时候 因为代言了中国手机 那么被黄安指名说 哎你曾经反台独啊 还说他反服贸 不反人民币 那当时的吴康仁回应说 不同意处理的方式 但是他并不反对服贸 好我们看到呢 现在这个吴康仁传出要进军中国 跟中国的经纪公司 一星娱乐签约 现在引发了大家高度热议 而且呢 昨天也被执集哦 好他是现身在松山机场的贵宾室 画面当中你看到呢 吴康仁似乎是戴着浅蓝色的口罩 好还有一个棒球帽 那搭乘了中国东方航空的搬机 要前往上海 不过他至今都还没有公开来回应 相关的合约问题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7月10日 预备 41 4 5 3 7 и